字幕 late 字幕 李宗盛 虹部在線 虹部电影 HiLarman 你好 你们节目之前都曾经说过 如果在山上偶然间会迷路 甚至乎觉得有不结界怎么算好呢 有两件事我也可以告诉大家 甚至我类似经历过的 和我的心得 只要望回天上的太阳 很可能就会运出路了 第一次经历 就发生在新凉潭的烧烤场那边 到几十年前的事 那时两级小学生 都包了整个场上玩 v bar 吵闭 烧到如火如荼之际 我发现自己带来的水 就不记得在旅游巴上拿回来 下车的时候 老师说明我们一定要拿齐东西 因为不允许回头 我唯有自己一个偷偷竖出去 期待希望回旅游巴拿回水 其实旅游巴拍得很近的烧烤场 我感觉大概是十分钟左右就到了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走了几分钟之后 突然听不到任何声音 甚至说周围的环境气氛 好像静了 死直 而且气氛很不沉上 我虽然看到前方的物件是没有改变过的 但画面好像套了一个鱼眼镜 感觉很古怪 我心就开始慌了 于是回头看回烧烤场 竟然看不到 也看不到烧烤场有任何人 不停转到周围看 找多少都找不到 可能转来转去 找不到 自然头就看回天空 突然被我看到太阳之后 好像眼睛清晰了 然后我又见到老师和同学 原来他们在我不远处 于是我马上跑回去 水都不拿了 和同学会合之后 有几个同学问我 你为什么无端走开了 看到你那边 方方张张 头不转 他以为我在避免昆虫 当时我心还在震 仿仿忽忽 竟然不想回应他们的任何问题 之后就不了了之了 另一件事也是类似的 发生在台湾的阳明山 十几年前和我妈去旅行 有一天下午的时间 我乘搭的士上去玩一间食店 吃完才记起 忘了叫定叫车下山 于是我懒惊了 我在沿路 都见到一些下山方向的巴士站 我心想 不叫车都没问题了 怎料沿路走回整个小时 一个巴士站 甚至乎一个人都见不到 我心就开始怯了 但没办法 都要继续向前走 好在前面 对面马路 见到一个农地上 有个男人在工作 于是我就走过去 打算问问路 很大声叫了他几下 他完全没有反应 于是妈妈 一起加入 以爬开的方式 希望叫到他 但我们见到他 可以听到声音 但他的表情也很慌张 令来令去找到声音的来源 但我们其实 根本就在他前面 其实他只要听到声音方向 根本不需要到处找 可能我们跟着 挥了手叫他 到他仍然没有理我们 继续工作 当时真不知怎么办 于是很自然 望着天 透了一口气 又是这样 望着太阳之后 望着男人 他终于有反应了 就是这个时候 又望着对面的行人路 我们本来走那条路 见到几个行山者 或者游客 那样 我们就立刻向着他走过去 然后见到他们 过去一间小店 小店附近 还拍了几个旅游巴 相信这条路 本来应该有人上上落落 但不知为什么 我们之前 都没有发现过这条小店 也不觉得这条路 也有人走过 我们跟着到这条小店 今天职员就很热心了 就帮我们查一下 下班巴士的时间 原来的巴士站 根本就在我们前面 还有 那巴士应该经过了我们 不过我和妈妈 又是见不到 这两件事 很相信 都是鬼闹眼 又或者可能 进入了结界都未定了 好了 我这个分享就告诉大家 如果有时真的发生这个问题 可能摸一摸太阳 让头脑清晰一点的说话 有机会找出路 这个也是一个挺好的方法 有时发生这些事的时候 那天就听过 师叔说了很多东西 就说可能沿着水路走 或者有机会破了他的法 现在又可以看看天 看看太阳 醒醒的时候 就等他再影响不了你 好了 今晚有一位从事笨疑的朋友 还有就是Carrie和我们聊天 那我们先听一下电话 澳门的Fiona Hello Hello Edmond 是的 还有嘉宾 Hello 嘉宾 Carrie Hello Carrie Hello 我想今天分享一个去旅行的经验 好 今天之前呢 我有讲过去越南 嗯 现在讲的就是2012年3月的时候 是 当时呢 那我就和我老公和女儿 那女儿刚刚一岁 那我们就去沙巴那里旅行 嗯 那天第一天下机 那我们拿了房子 那刚巧都是住美房的 嗯 我当时都很不喜欢住美房的感觉 就是每一次的经验都不是那么愉快 是 那我们准备好些东西 看完房子 其实没什么特别 通常有人说 寶寶仔很容易会接触到那些东西 其实未必多 我女儿感觉不到 那时候一岁 那然后就两公婆带她去洗澡 那整好衣服 那我们就拿了东西 之后就有个玩具 我女儿的玩具 是一个琴底 那就放在行李箱上面 没有任何东西碰到她的 那我们抱着女儿去洗澡的时候 因为沙巴那时候没有浴缸 那我们要抱着她 那一抱着她去换好衣服 开水的时候 那那个琴就在那里 突然间自己发声 那种音乐就是我弓琴本身一件 哒哒哒哒哒 然后我跟老公看一看 咦? 没有人的 那个厅 为什么会这样的? 然后呢 没事 算了照洗澡 然后我们说 我们来住一晚而已 一晚或两晚都不记得了 因为太久了 然后说完这个话之后 我说不要教我小朋友 我们两公婆不害怕 但是怕小朋友害怕 因为第一次出门去旅行很害怕 我怕女儿带了一些骯髒的东西回到门 然后琴再响了一次 是紧接着隔五秒 哒哒哒哒 然后哼哼 小朋友笑声 嘻嘻嘻嘻嘻 是小朋友很 exactly 一定是小孩子笑的 我跟老公打了眼神 嗯哼 然后你眼望我眼 因为那个位置是摆在行李箱上 是没有可能有任何东西 压到他 碰到他的那个空间 嗯 然后知道 就是知道是存在着那个朋友在那 我不知是小朋友是怎样的 因为我也是听朋友说 跟小朋友去旅行 尽量那些玩具 带了去都记得要带回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朋友带了一个玩具 一个玩具 带了去泰国 我朋友的儿子 不记得带了个玩具 回来 然后小朋友发烧 输了一个月 还是一个星期 我忘记了 他就不停发烧 然后他找了 应该是问了 应该是查日脚 还是问了师傅 嗯 他说你是不是在泰国留下了一件事 嗯 然后他说是 那个玩具没有拿回来 嗯 然后那个玩具 然后那个玩具 他说你一定要拿回来 因为那个玩具 就是附了你小朋友 那些 嗯 我不可以说 是小朋友的气 或者力气 那些什么 总之就是在那个玩具 里面 他说你小朋友回不来 始终一直在病 和发烧 依然不好 那他就找朋友 怎样也好问他 查 查回去泰国那边 那个供制 他说没有帮他寄存 也没有帮他 传理 到最后 就要去问到 外国 就是某一家 四个英文字母 那个牌子 家私 是 是 那就买回一个一模一样 寄回来 给那个小朋友 然后那个师傅 不知道和他做了些什么 好像不知 擦一脚 还是摆了一层 然后那个小朋友 才退 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 这么实在 但是他说得好像真一样 我也不知道 我听完就算 那怎么理解 就是说 他 detect 到那个玩具 如果当DNA 才算 你小朋友玩过 他就追到DNA 找到你的小朋友 这样 那小朋友 是因为 在澳门 带了去泰国 而在泰国 没有带回来 那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那小朋友会发烧 还是很清晰的 问他 发生那件事 我以后 都不会再带玩具 给小朋友 去外地玩 只是在外地 买回来 澳门 澳门 我也是第一次 那么古怪 ok 我还有一个关于灵堂的东西 分享 刚刚嘉宾又是灵堂 好 来来来 那件事 是我读大学的时候 那件事 刚刚 大学 差不多是最后一年 这一科 那我们一起放学 五点多钟放学 那我们澳门是开电单车代表的 嗯 那我们就一排 四五个同学一起开电单车 那就由这个区 中区 去到另一个 南区 那 那期间 大家排一排 一排 那些地方 都是由中区 回到北区 那突然之间 看到前面 入隧道的区 因为澳门有一条隧道很短的 冲去另一个区 突然之间 那些车全部停下了电单车 哦 那我们停下了 那我们又看到发生什么事 咦 为什麽我同学 我前面一起放学的同学 那辆电单车会躺在地下 断开的 那我就见不到同学 然后大家 放下电单车 应该有四五个同学 放下电单车一边 就跑到对面 对面走的线路上看 那看到我的同学 头和一身 在巴士的车下面 哦 那接着呢 真的很惹 那天真的很紧张 不知怎样 很害怕 真的没见过 那天她是七雄流血的 嗯 那我是第一个 她是第一个炒车出事的现场 我是第二个 跟着她的电单车尾的同学 我拖着她的手 跟她说 我说 你没事 你不要动 没事 我拖着你 嗯 你冷静一点 我们现在立刻帮你报警 嗯 那后面有三个同学 一起 发了 发了癫 不断报警 全部打电话 然后 送她上最近一间 在山上的医院 嗯 那我们送到她医院的时候 我们一起 跟她好像 一起上救护车 我还帮她带着她的手 嗯 我跟她说 你不要动 我帮你带着所有东西 但她有意识的 她的意识 是不断将双手 撑起自己 但她的头发 已经在尾车 那里了 嗯 她刚才说 脱了头 七空两天 她脱了头 不是断了头 她没有脱头 她是她的脚 扭曲了 她已经 嗯 其实那个车 应该是前的车车 她撞到巴士中间 已经脱了了 是 她是由 她人已经是第三 即是 那车有四个 是第三第四 那车之间 嗯 我们觉得她应该是 剪过自己的身体 但是 她只是头有血 即是 头 眼和耳朵 和鼻都有血 那我一直抓住她 直到肖旁尼为止 那到最后 一起都和她 我们有 开自己的电弹车 上去高音医院等她 嗯 那安排的时候 就五点二十分 那我们上到医院 一直在外围等 她父母都在外面等 那到最后 我们去到九点 应该八个字 突然间在医院的 即是 那个急认室门口 有一只很大的 青蛙 还是甲拐 在我们的脚上叫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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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 咦 突然间有这样的事 那我们又没有回忆 九点九 即是我们知道九点多 就九点四 四十分钟 看到那只甲拐 九点九 那个山嶺的姑娘 令医生就出来 和她妈妈妈妈说 你个儿子 离开了 嗯 那我不知道是否她 即是她说过去 走 和我们说一声她走 嗯 那之后就去到灵堂 那些阿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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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她说 你们是同学 或者是朋友 你帮她摘一些 那些叫 金银 是不是甘病,是的,接着今晚 那时候的时间应该是 五六月,我们就大学毕业了 通常大学毕业都是在五月份发生的 那时候天气是不冷的 应该是暖暖的 但是我们存在灵堂的时候 晚上大约九点几十点左右 那一晚,我突然摸着一张照片 我全个人突然围着 一个寒气很冰很凉很凉 在我身边拆过 然后我突然很害怕 然后全身打了懒伸 不断手脚完全不能协调 然后我看着一张照片 我不知道他看着我照片带给我一些什么信息 然后我不敢再 大家同学生也有进去灵堂看他 我说我不看,我受不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很害怕 然后我整个人好像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那本寒气是因为不可能是这么冷的 所以我说温度是五月还是四月的时间 是不会有那麽 我觉得温度是灵度 然后我就跑了出去灵堂 我不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事 跑了出去灵堂 那些同学不知道我做什么 那些人不停跑了出去 近乎巴士站与马路之间很危险 他捉回我回去 立刻问我发生什么事 在灵堂 未出到灵堂外面的外围 在公园里狂哭 没有人可以控制到我 然后他就立刻拿了我的电话 打给我男朋友 然后叫我男朋友 立刻过来按住我 在我旁边 不知道说些什么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带了我回家 然后我记得回家 他好像带我留下 走一会儿 还是纏了火盆 直到回家纏了火盆 就没事了 可能会有个先人 跟他有接触 或者因为他说 他拖着他的手 拖着他的手 可能你知道人走之前 你跟他最后有接触 有这样的可能 他是看着我 七红牛去那一刻 所以你还眼神接触 而且你的手还拖着 或者有可能 也不行 他想跟你说些东西 他也不会害你的 如果你们说有这么好的朋友 对不对 但是可能他有些东西 他找到他的家人 找不到 你跟他接触到 可能他又 或者是你说的 你们畢业 但他已经走了 畢不了业 有时又会有这些遗憾 是的 我们当时 有一段时间 每一天 他生的死的 都有直接去拜他 这段时间 我想维持了十年 之后才可以慢慢淡忘 是 因为就是看着最惨的画面 对 还有人是有感情的 喂 刚刚我见到一个check room 朋友 他说他在澳门做消防 你记得你这件事 什么时候发生 我记得 应该是 2020 200 200 2003 哦 2002还是2003 OK 是的 我不知道他想问有什么原因 不知道他是不是都参与过这件事 我不知道 我也见到很多消防员 托起这些 整个期间 我们全程 都是陪着我朋友 拖着他 和他收拾了所有属于他的物品 嗯 是的 好 多谢你的分享 好 谢谢你 OK 拜拜 咦他是Fianna 忘记了 OK Fianna 好 谢谢你 哇 其实真的 我想 刚才那件事很适合 我们有时候 叫大家千万不要 多事 有人跳楼 是的 你和他有一个眼神接触 的情况 即他就找到你了 很麻烦的 有没有试过接这些案子 不是接 小时候 黄大仙 那些七层大厦 哇 正经看着他 那一招 就大 那些 哇 然后 发高烧烧了很多天 是吗 一百零四度 大仙烧到 会不会很害怕 但是没理由 烧了两个星期 是的 说到住的地方 原来你住的地方 也有很多这些经历 待会去谈一下 好 是什么 在哪里 神尼 哇 这些名字 就等于猛鬼 但是做女儿的时候 就顺天 也很厉害 很厉害 你还可以说 给我们一个单位 去看看 可以 待会再谈一下 好 好 回来之后 我们再听听个冷知识 如何处理一些先人 在外地 搞不定的 不知道怎么办 疫情处理不了他们 如何可以做些事情 回来见